警方凌晨去到大埔 搜查广福村广磊樓一个单位 捕捉了一个男人 消息说他怀疑和早前的港铁爆炸案有关 有郭永恩报道 凌晨2点多 又便衣警员进去大埔广福村广磊樓 21楼一个单位搜查 之后防暴警察到场拉起风锁线 各层都有人聚集 近两个小时后 一个男人被黑暴蒙头带走 什么名字啊 李家超 李家超啊 什么名字啊 什么名字啊 被捕男人的妈妈说 警方盯着搜查令入屋搜查 他说怀疑他给炸弹 接着就进来 接着看到他有黑色手套 每一把爹身理研索 我家屋搜查 事后屋内杂物散落一地 消防到场了解 那个男人之后被带上警车 据了解他四十几岁 怀疑和早前的港铁爆炸品案有关 案件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 搜查期间附近有人聚集叫嚣 防暴警察带走最少四个人 《友善》电视记者郭永荫报道